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说我们可以分析他的一个个性学业 为他将来的职业发展奠定一个方向 那么成年人呢 那么你已经上完学了 已经开始工作了 那么再分析这些东西用处就不是很大了 那对小孩子来说 选择一个好的职业发展 选择一个好的专业学习 对他来说终身是有益的 另外小孩子出于一个个性的培养期 个性的一个定型期 提前防范他个性中的一些缺陷 对他来说的一生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么这个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人水面是吧 人水为羊水 然后整个的格局里面 某木占据月灵比较旺 另外土也比较旺 木主人 土主信 从五行的角度来分析 但是他是为继神 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他是表现 木和土的这个既神的一面 特别是呢 木是一个商官是吧 土呢又是七杀 他本身又是凶神 所以说呢他就表现他的负面性性 另外呢 这里有一个某虚核 某虚核 我们上节讲过了 说明某木它起到一部分用神的作用 就是核制这个虚土 它既能核也能制这个虚土 然后从取向的角度来讲 虚土代表一种压力 是吧 无论是学业的压力 精神的压力 还是父母给他的压力 他用商官来制的话 商官代表这种不服管 叛逆 如果是个小孩子 就表现为这种调皮捣蛋 来化解学业和父母的压力 这个他的父母确实反馈 现在比较在调皮 不大于学习 如果他成年以后呢 再看某虚核的话 那就是代表用创新啊 创新创业啊 这种东西来应对事业的一个压力 就表现为 面对一些竞争的话 他喜欢这种啊 不走寻常路啊 颠覆性的方法去面对目前的困境 发展自己的事业啊 然后呢 当然他是日坐七杀 我们知道日坐七杀的人 都是比较急躁啊 叫性急凌厉 最后呢 比较调皮啊 特别是坐不住啊 因为他坐在虚土上啊 这坐在七杀上 对小孩子来说 他就坐不住 小孩子本身就爱动 不专注 那么坐在七杀上 这种表现就更加明显啊 实干呢 还有一个偏意 偏意呢 我们说啊 他的直觉是比较敏锐的啊 比如说在课堂上学习 外面一有风水草动 他马上就能够感觉到 而且偏意呢 别的精灵古怪啊 喜欢调皮捣蛋 老师呢 觉得这个孩子不好管啊 这种现象都比较明显 就是想到来说比较聪明啊 精灵古怪不太好管 坐不住啊 就是这个小孩目前的一个处境 下期呢 我们通过啊 这个大运流年的角度啊 来分析啊 这个孩子目前他的学业怎么样啊 然后个性怎么样啊 人际关系啊 跟同学是怎么相处的 这节课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